相隔兩年多,Apple終於推出第三代AirPods 官方定價是$1499 跟AirPods Pro的街價不是差很遠 究竟是買新好還是買Pro好呢? 還是等遲些出賣支援ALAC耳機才入手呢? 今集集合了大家對於AirPods 3的疑問逐一解答 在開始之前,先多謝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subscribe的就快點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第一個問題,AirPods 3的通話質素如何? 不少朋友都說AirPods Pro的收音差 究竟今代有沒有改良?我們馬上試試 我們也實際測試過通話情況 在整體收音上,我其實覺得 AirPods Pro 反而是三隻耳機之中最清晰 亦都沒有疾的情況 至於 AirPods 3 的人聲聽起來有點遠 表現與 AirPods 2 差不多 第二個問題, AirPods 3 與 AirPods Pro 有什麼分別? 它們主要有四個分別 第一, AirPods 3 無主動降噪功能, AirPods Pro 就有 第二,在外形上 AirPods 3 用了半入耳式設計 而 AirPods Pro 就用了入耳式 但只要將 Pro 的耳膠拆出來 你就會發現兩隻耳機好像孖先生兄弟一樣 只有細節位不同,包括耳柄短身了,耳機也大粒了少少 至於充電盒的尺寸 其實 AirPods 3 比 AirPods Pro 小了一截 跟 AirPods 2 差不多 至於開蓋的方式,它們都是採用橫向式設計 而第三個分別, AirPods 3 用了新皮膚感應器 可以很準確地分辨到人體皮膚和其他表面 當用家脫下耳機時,它就懂得自動暫停播歌 我們就嘗試用紙遮住感應器,假裝戴上耳 看到耳機就沒有反應 也有朋友問皮革行不行呢? 結果是不行的 要用手指遮住,又或者真的戴上耳 它才會偵測到,繼續播歌 而最後一個分別就是續航力上 AirPods 3 在滿電之下可以用到六個小時 加上充電盒就用到三十個小時 比起 AirPods Pro 的二十四個小時都進步了不少 另外它亦都是支援 MagSafe 和快速充電 只要將耳機放在充電盒五分鐘 就可以充到大約一個小時的電量 至於兩隻耳機都支援的功能 包括 IPX4 防水 而 AirPods Pro 的適應性 EQ 和空間音訊 亦都下放到 AirPods 3 到 另外今代就加入了力道感應器 操控的方式和 AirPods Pro 類似 都是透過按壓耳柄去播歌或轉歌 而長按鈕開 Siri 第三個問題大家都好想知道 今次外型的改變會不會令到佩戴感不同了 首先就講明大家的耳型不同 舒不舒服都好見仁見智 不過我自己就覺得耳機大粒之後 戴上去的感覺和 AirPods 2 完全不一樣 因為 AirPods 2 細粒 就可以進入耳孔的深處 感覺會比較實在 而 AirPods 3 就好像進不去 相對上會沒有那麼實 不過變相就會舒服了 令到你不會覺得有東西緊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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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緊 至於最明顯的分別 就是 AirPods 2 和耳框之間 會有一條很大的空隙 但是 AirPods 3 就可以卡住耳框 加上耳柄短了 耳機的重心就會落回耳窩 大落都會穩陣很多 我就試過帶著它去跑步 的而且確都沒有掉出來 而且戴得久也不會覺得痛 在這裡就順便講連接的問題 Connect iPhone 一樣都是這麼快 這麼方便 而且去一些人多的地方 或者紅綠燈位 AirPods 3 亦都沒有出現斷線的情況 看片亦都很流暢沒有delay 而關於隔音的問題 雖然 AirPods 3 是半入儀式 但剛才都提到 因為它大粒了 更加貼入你的耳朵 所以隔音的表現都有進步 但當然如果環境太吵 譬如是在街或乘車 無可避免都會聽到人聲車聲 如果想聽不到 就可能要較大聲音樂 到70%左右就開始聽不到周圍的人說話 以半入式耳機來說 隔音都算不錯 不過要留意 漏音的情況就跟AirPods 2 差不多 至於音色方面 AirPods 3 加入了特製驅動器 以及高動態範圍擴音器 大家似乎都比較想知道它的低音表現是怎樣 我們先去Apple Music 試聽一下 NUNA X 的 Old Town Road AirPods 3 的鼓聲意外地有力了不少 跟AirPods Pro 相比低層下潛力明顯比較強 而整體音質亦更加有層次感 跟著我們再試聽一首支援Dolby Atmos 以及高清無損壓縮的女聲 是陳雷的我想和你好好的 相比之下 AirPods 3 的人聲靠得比較淺 聽起來就沒有那麼濫 聲音相對清晰 而高音的部分亦都不會覺得刺耳 雖然音質不算很細緻 但都會聽到一些透氣聲 其實我們還試聽了幾首支援空間音信的歌 AirPods 3 的空間感確實是幾明顯 音場相當之廣 有朋友問到除了Apple Music之外 還有甚麼App是可以聽到空間音信的呢? 其實Apple就在iOS 15 內 加入了模擬空間音信的功能 所以現在大部份的App都支援空間音信 只要你用AirPods 3 就已經可以聽到 不過這種模擬出來的音效就會比較假 沒有真正的空間音信那麼有空間感 我們現在就給大家試聽一下分別 當我們去Move 聽一些模擬的空間音信 就會聽到音質明顯沒有那麼清晰 而聲音的位置亦都沒有那麼真實 因此還會有些走位的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到真正的空間音信 就要去Apple Music、Apple TV Plus 又或者即將推出的Disney Plus 而講起音質 有觀眾想我們比較一下其他牌子的耳機 我們就找了差不多教位的Sennheiser CX True Wireless 給大家參考 其實都聽得出CX True Wireless的音質會相對清晰和細緻 但如果講到配戴感和連接的方便程度 AirPods 3 就會優勝一些 特別是對於用開iPhone的朋友 而最後一條問題就是Android機可否用到AirPods 3 我們就試過將它連接到Sony的Xperia 5 II 聽過講電話都是沒有問題 一樣都是可以做到按鍵就播歌或者轉歌這些動作 但配對的時候就沒有那麼方便 其次就是看不到耳機的電量 而且亦都沒有了配戴偵測的功能 所以都不是那麼建議用Android機的朋友去買AirPods 3 總結來說 今代AirPods加入了空間音訊功能 在音色上確實有不少進步 不過通話質素可能會令大家有點失望 至於隔音的問題 雖然它沒有主動降噪 但我覺得大家都不應該把它看為一個閹割版的AirPods Pro 因為它們始終都是兩個不同的產品系列 受眾亦都不同 至於應該買哪一隻好呢 如果你通常都是在辦公室或家裡這些比較靜的地方聽歌 不是那麼需要降噪功能 或者你本身都不喜歡耳壓感的話 AirPods 3 就會比較適合你了 但相反如果你是出街搭車才會用得多的話 我就建議你寧願給多一點錢買AirPods Pro 始終有降噪都真的差很遠 你們又會怎樣選呢?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你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記得訂閱Price的YouTube Channel 再閉上旁邊的鐘 拜拜